这节课咱们就要来讲一下这个马尔科夫的决策过程 然后呢在咱们讲这个之前啊首先来说一下 就是说咱们要做一件事啊它有一个潜在的要求 咱们先把这个要求给它说一下 首先呢就是说在咱们这个马尔科夫决策过程啊 或者说在咱们的一个强化学习的任务当中 首先呢就是说咱们的一个目标啊是能够被检测到的 也就是说第一点啊首先咱们是能够检测到的一个理想状态 最终啊就是比如说AlphaGo下围棋这个事 最终我能知道什么样是赢赢了会有一个奖励吧 最终呢我能把这样一个理想状态检测出来 有一个最终的目标的 然后呢在这个其中啊其实我也是可以进行多次的尝试 因为呢咱们想拿到最后的一个奖励啊 现在在某一个state的某一个状态下 我不硬不确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去走 然后呢在我不知道情况下我可以进行多次的尝试 每次的尝试呢我可以得到一个当前的结果 也就是说要做这样的事啊 咱们要做的这个任务是允许进行多次尝试的 可能有些任务呢它就不允许进行这样的尝试 不允许进行尝试啊我们就没办法去做这样一个事了 然后啊第三点就是说 在咱们这个系统啊就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当中 咱们的下一个状态只跟咱们当前的状态有关 比如说现在有三个状态S1 S2 S3 然后呢对于这个S1 S2 S3啊它这个S3 比如说我说这个S3跟谁相关呢 S3啊只跟咱们当前的 比如说现在我在S2 我的下一个状态S3只跟我S2状态是相关的 跟我那个S1啊就没有关系了 就是说系统下啊我们的一个状态 只是与当前的一个状态信息有关 我S3只跟S2有关 然后呢跟咱们最早的状态啊是无关的 然后呢在咱们决策过程当中啊还跟咱们的采取的动作是有关的 因为我在一个状态当中我采取不同的动作啊会使得我下一个状态发生不同的变化吧 所以说在咱们整个系统当中呢我们认为下一个状态只跟当前的一个状态信息是有关的 跟之前啊更早的都是无关的 而且呢还与咱们当中啊这样一个采取的动作是有关的 第三点啊就是说啊咱们能用马尔克夫能用强化学习啊 一个潜在的要求啊能够有这样一个最终结果可以进行尝试 然后呢状态只跟前一状态是相关的 那么这里啊咱们先来说一下就是对于这样一个马尔克夫啊决策过程 我们主要它是由什么来组成的 这里呢它是由五个元素来组成的 其中啊这些元素大家可能已经是比较熟悉了 首先呢第一个元素啊就是一个S S呢表示着当前的一个状态的集合 就是说你要完成这样一个事 这个事里边呢可能涉及到很多种状态 这些状态啊它组成了一个集合 用S呢来表示着这样一个状态的集合的 然后呢这个Action表示着一组动作 比如说对于那个吃豆游戏来说 你可以往前后左右往四个方向去走 你不能斜着走吧 所以说呢你有一些一系列动作的组合 就是表示着你可以怎么样去玩这个东西 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事 还有呢一个状态转移的一个概率矩阵 就是说这样一个PSA啊 它就是表示着在咱们当前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在这个S状态下 然后呢我经过了一个动作之后 我转移到其他状态的一个概率分布的一个状态 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啊我们在一个状态S下 然后执行A转移到S'的一个概率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种形式来表示 Homer呢表示这是我在当前这个S状态下 然后执行了A这个一个操作 然后呢达到了S'这个状态啊 它的一个概率值是等于多少 这个P啊就表示着咱们状态转移的一个概率 PSA呢就表示着这样一个东西 R是表示着咱们的一个奖励的函数 就是说当前啊咱们这个智能体采取了一个动作之后 我们可以获得立马获得一个奖励吧 就是说咱们现在对这个奖励来说啊 有一个及时的奖励和一个长远的奖励 这个R来表示呢 咱们表示着是一个及时的奖励 在任何一个状态下 我们采取一个动作之后 我们都会获得这样一个及时的奖励 然后呢还有这样一个折扣系数 这个折扣系数的意思啊 就是说在当前的这个奖 就是说当前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事 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做完一个事啊 不光能对当前有影响 还能够对之后的状态都会有这样一个影响吧 那对于之后状态有影响 肯定也是影响了之后状态得到的一个奖励吧 那么这个折扣系数啊就表示着 我虽然说现在做了一个动作啊 咱们当下有奖励 然后之后可能也会有影响的奖励 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就是说当下的奖励要比未来的奖励更重要一些 所以说咱们定义了一个折扣系数 比如说当下的奖励 折扣系数就是等于1 它是不折扣的 然后未来反馈呢 就是说未来啊我带来的一个奖励系数 可能是要加上一些打折 比方说打8折 打这样一个6折啊都是可能的 有这样一个折扣系数啊 来意味着咱们当下的奖励啊 是比未来反馈的奖励 它是更重要的 这个折扣系数啊 它的一个取值范围就在0到1区间上啊 咱们一个不打折就用1来表示 打折呢就用0点几来表示 那么这个马尔克弗决的过程啊 就是由这样五个原色组成的啊 分别是S A还有P以及R呢 还有这样一个折扣系数 咱们由这个五个原色啊 组成了马尔克弗的一个决的过程当中啊 咱们需要的五个元素值 然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吧 就是说首先呢 这个智能体就会选择一个处置状态S0 在S0里呢 我们会选择一个动作A0 A0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概率转移矩阵 转移到下一个概率啊 转移到下一个概率 转移到下一个状态S1 谁的概率大 咱们就转移到谁的哪一个状态吧 然后呢 还是同样进行这样操作啊 A0完了 咱们再执行下一个动作 到下一个状态 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状态 不断的这样循环下去 咱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 最终到达一个目的地了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名字呢 叫做一个价值函数 这个价值函数的意思啊 就是说 现在啊 不是有一个时刻吗 现在这个时刻对应着一个状态 对于当前这个状态啊 我想去算一下 它能够达到的一个 未来回报的一个期望啊 未来回报的期望就表示着 在我当前这个状态下 我可以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 或者说是一个平均结果 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期望值吗 我们在这个状态下 能够获得未来的一个回报期望 它是等于多少的 那么这个价值函数啊 能够用来衡量什么呢 它可以用来衡量啊 就是说 对于某一个状态 或者说是一个状态和动作的一个组合吧 对它进行一个优劣的评价 因为我最终得到的是一个回报吧 我可以通过一个回报的高低 看一下当前啊 这样一个状态和动作对 它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期望 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回报 是等于多少的 那其实啊 它算的什么 它算的是一个累计值吧 因为我要的是一个未来的期望 未来的期望呢 就是说 会把当下的和之后的都算在一起 所以说 它是一个累计奖励的期望值啊 咱们这个价值函数啊 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有了价值函数呢 当然拥有了一个最优价值函数 最优价值函数啊 就是说 你这个价值函数 只是某一个策略下 或者是某一种 某一种这样一个状态和动作对 带来的一个价值函数 那么咱们状态和动作对 是不是有很多呀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有期望下 获得这样一个累计期望的一个最大值吧 这个东西啊 我们就管它叫做一个最优价值函数 什么叫策略呢 策略啊 就是说 当前状态下 可能产生的一些动作的一个概率分布的一个 可以吃点矩阵 就是这样一个概率分布 那么最优价值函数呢 就平定了啊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动作对 能够使得我带来的一个累计期望值啊 它是等于最大的 这块有了一个求MAX的一个操作 好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来分解 咱们就来说这样一个 Bellman的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啊 其实并不难理解 它表达的就是这样一层含义 就是说 我们当前状态的一个价值啊 和下一步的价 就是说当前状态的价值啊 是和下一步的一个价值 以及呢 当前的一个及时奖励有关的 也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价值函数啊 可以分解成两部分 一个是咱们当前的一个及时奖励 和我们当前这步奖励完的一个 下一步的一个价值组成的 其实啊 这个就有可能就有点像这个地规 我们来看 价值函数可以分成当前的一个奖励 和下一步的奖励 那下一步的奖励 是不是又跟下下一步奖励 已经相关了 所以说 对在这个Bellman方程里啊 我们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分解 一个价值函数 我们就可以分解成 当前的一个奖励 和下一步的奖励 我们由这样两部分来组成的 就认为 一个价值函数 就是由当前及时奖励 和下一步所能带来的奖励 这两部分来组成的 就这样一步的奖励 就这样一步了